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小尹,欢迎您来我的养生频道。 花生素有长寿果的美誉,营养价值丰富,民间有说法称常吃花生能降血压,于是许多老年人喜欢每天吃上一小把。 郑奶奶就养成了吃花生的习惯,她有三年高血压病史,退休后开始注重养生,白天孙子孙女都去上学了,郑奶奶闲来无事,经常准备一盘花生米,一边看电视一边吃。 吃了一段时间后,郑奶奶发现自己好像变胖了,血压也没有降,她很纳闷,为什么别人吃花生就是降血压,自己吃却一点效果都没有,难道是方法错了吗? 一,研究花生可以降低心血管风险。 在我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超过癌症,且有持续上升年轻化的趋势, 予成为威胁国人健康的第一大敌人,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吗? 发表在Stroke上的一项研究告诉我们,也许可以尝试每天吃点花生。 该研究涉及7万多名中老年人,45至74岁。 随访调查15年,最终发现,平均每天摄入4至5粒花生,有助于降低13%的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 其中,缺血性中风的风险降低20%,全脑促中的风险降低16%。 研究人员称,在饮食中加入少量花生,可能是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简单方法。 其预防机制可能与花生富含膳食纤维矿物质,但不饱和脂肪酸有关。 研究人员还建议,除了花生,每天摄入少量无盐坚果也能起到类似的效果, 例如核桃、夏威夷果、榛子等。 二,每天一把花生,是降血压还是升血压呢? 花生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材,每100克含不饱和脂肪酸49.24克。 蛋白质24.8克,膳食纤维8.5克,甲元素705毫克,维生素1,8.33毫克。 适当摄入这些营养对人体有益。 那么,每天吃花生真的能降血压吗? 实际上,花生与降血压的关系是比较有限的,控制血压需要通过药物、运动和饮食方面来调节。 另外,适当食用不加盐的花生也不会升高血压。 所以,想要稳定血压,最好的方法就是遵循医嘱,按时服用降压药,并在运动饮食上下功夫。 不过,花生虽然不能降血压,但其营养成分有其他的好处。 比如,降低胆固醇。 花生含丰富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其中的亚油酸有助于降低胆固醇,使胆固醇分解,以胆汁酸的方式排出体外。 另外,花生的胆碱,卵磷脂等物质,有助于增加血管弹性,防止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内壁。 增强记忆力,花生含有大量卵磷脂,其中的胆碱与人体内的乙鲜,可合成乙鲜胆碱,是一种信息传导物质,有助于神经细胞的发育,增强记忆力。 促进凝血,花生中的甘油脂、栽醇脂等物质,可遏制纤维蛋白溶解,促进骨髓生成血小板,进而促进凝血。 需要提醒的是,花生属于高油脂食物,吃太多容易热量超标,导致肥胖,建议大家每天吃一小把花生即可,不可贪多。 3. 花生怎么吃才健康,营养师知招了。 花生虽好,但想获取这些好处,怎么吃也是有讲究的。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范志宏提醒,吃花生,谨记这三点,让你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1. 挑对花生,花生也有好坏之分,大家要学会挑选,好的花生,其外壳黄色或白色,壳上纹路清晰,没有霉斑,果仁大小均匀,饱满,没有发黑或发软,味道香甜,没有苦味,美味或酸味。 2. 首选水煮,花生的吃法有很多,但为了健康考虑,优先选择水煮、清炖或熬粥的方式,最大限度保留原始风味和营养,建议少吃油炸花生。 其热量和盐分超标,多吃无益,每变花生含一级致癌物黄曲霉素,是绝对不能吃的。 3. 禁忌人群 花生不是每个人都能吃的,这些人要尽量少吃。 高尿酸患者,花生含酵度飘铃,为96.3毫克每100克。 患者进食后可提升痛风风险。 肝胆疾病患者,花生中的脂肪需通过胆质来消化。 这类患者的肝胆功能下降,难以消化吸收脂肪,亦引发腹泻等问题。 高脂蛋白血症患者,花生高热量,高脂肪,患者进食后容易加重病症,尽量避免。 适当吃花生,好处颇多,但要注意正确方法。 另外,花生不能用来降血压,大家要理性看待,切勿盲目多吃。 花生榨着吃还是煮着吃,教你正确做法,健康营养,好吃的停不下来。 除了当零食和下酒菜,花生在各大菜肴中也是常见的配菜。 花生中含十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能够建脑抑制,对身体很有好处。 不过因为其油脂含量高,每天吃花生也不宜过多,以免摄入过多的热量。 今天跟大家分享水煮花生米的做法。 准备适量的花生米。 把花生米放入碗中,倒入清水。 浸泡一个小时,泡好后,捞出来,再清洗一下,放入盘中备用。 锅里倒入清水,放入八角,香叶,桂皮,葱,姜,盐,开火煮五分钟。 现在熬出香料味了,放入花生米,煮五分钟,关火,焖三十分钟。 现在准备芹菜,把芹菜切成小粒,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胡萝卜,把胡萝卜去皮,再切成小粒。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锅里水煮开,水煮开后放入芹菜和胡萝卜,焯一下水。 焯好后,捞出,放入碗中过下凉水。 准备一个碗,加入一勺生抽,一勺醋,适量的白糖,适量的香油,搅拌均匀。 现在把泡好的花生米捞出,放入碗中。 把芹菜和胡萝卜倒入来,再把调好的料汁倒入来,搅拌均匀,就可以吃了。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视频看到这里了,麻烦各位朋友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养生视频。 我是小影,我们下个视频见啦。